晚上9點多 兩名工人來到機械停車塔 準備進行維修工作 一人在上 一人在下 拿著手電筒尋找故障位置 但這時停車塔卻突然崩落 90度傾斜砸落地面 外頭工人嚇到倒退 而上方另一名工人 則隨著停車位重摔地面 外頭的工人隨即進去查看 隨後救護人員到場 進擊將人送醫 黑色進口轎車 從兩層樓高度掉落 幾乎四角朝天 後方玻璃也整塊掉了下來 整輛車傷很累累 我來做兩個人 我頭一塊塗到 事發在花博公園後方的立體停車場 一號晚間十點左右 停車格疑似因為鋼索掉點斷裂 鐵板開轎車瞬間砸落地面 雙方維修人員也跟著摔落 索性只有手腳擦錯傷 送醫後並無大礙 路和現場如果有違反 職安全衛生法相關的設備的缺失 那我們就會依職安全衛生法 給它開罰算到三十萬元 維修人員送醫 北市瞭解處一早派人到場勘查 除了勘查現場情況外 目前已經勒令廠商停工 周一也將接台相關負責人 厘清是否有設備缺失 釀成這次驚悚意外 熱靈船有濤台北採訪報導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霧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消 非常的安全 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可以買得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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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